《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受到強烈東北北流風的影響 大家都會覺得今早早涼了很多 回顧各區的氣溫分布方面 今早市區有16度左右 新界不少地方就在低2、3度 事實上由昨天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吹著偏北風 到晚間偏北風就進一步增強 而看回天文台的氣溫 從昨天入夜之後都是顯著地下降 今早來說大部份地區的氣溫 都比昨天低6至7度 事實上今早早都是踏入11月以來 最涼的一天 大家一早晚出門口 記住就要穿上外套 接著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華南地區都有些雲層 不過這些雲層都是比較薄 我們預計日間的陽光都不錯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是大節多雲和乾燥 而日間就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0度 風格方面就會吹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就會吹強風 大家要留意強烈貴猶豐信號和紅色貨裝危險警告 現在仍然是生效的 氣溫何時才會回升呢 就要看一看預測的天氣圖 我們看到現在影響中國內陸的高壓中心 就會在週末期間慢慢冬移 到時就會有一股偏東氣流逐漸影響我們 所以如果我們看看天氣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明早上天氣還是挺涼的 不過到週末期間受著偏東氣流的影響 到時的氣溫就會稍為回升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